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8月15日夜晚的桑普論席 歡迎大家收看桑普頻道 留言 分享 訂閱 YouTube Patreon 看完廣告 看完影片 以及你們的Super Fans Function 贊助支持本人 多謝各位 我們今天繼續說什麼新聞呢 又去江文偉 說一些 還有我們說說香港明保的情況 如果不喜歡聽江文偉 無謂聽下去 但我會覺得 我要看著這個人的變化 這是一個好的指標 我們不是說 make fun 歐洲向盟 我們不是這個意思 即是說今天一個 江鐵士怎樣煉成的 蘇聯的一個所謂的小說 當時文革道傳得很重要 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即是今天 香港共產黨 就希望將江文偉變成一個雷鋒般的標兵 一個這樣的燈塔 燈塔就是一個領袖 他是一個標兵 即是一個重要的人員 而使大家覺得 哇 這個就是我們要模仿的人 因為他呢 效忠於最上面的黨 而他最取巧的方式呢 就是不是一開始這樣說 他先將你引進局 吸引了你愛他之後 慢慢將你融入去 其實我也覺得很感謝自己 因為我基本上算是第一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二個 第一個 揭發江文偉背景的人 當時還沒有碩士論文的一個情況 一聽到就是聞到一陣隨便知道了 一聞到就是那個莫于川 他那個人民道的教授說 你這篇碩士論文 是講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 跟著呢 鄧炳強 李家超 紛紛對他呢 另眼相看的程度多於其他運動員 你就知道 那是一個不同的 即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敏感 那你之後很多人批評我 但隨著時間的變化 尤其是 Sexy論文的公開 大家知道 我說的所言非去 不要再聽有些人說 什麼金牌不會貶值 各位 一個人 是拿著這個金牌 那個人 的人格是關鍵的 我們從來都不去挑戰一個人 他的體育的成就 或者成績 我只是在說這個人 是不是值得大家去讚賞 是不是 即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一個原則 希望大家明白 OK 那我們今天看到他一些新的新聞 一兩點好像跟大家說的 他日前參與 與杭州共創名TEN 就是TEN TEN 就是TEN 這些青少年的學習團 期間 今天回來香港 當時他接受傳媒訪問 解釋說 月初說 香港運動員很幸福的理由 我看回有關的片段 他當時的確說過 香港運動員很幸福的 我先聽聽他們原先 是怎樣說這個話的 聽聽他的原因 聽到嗎 在香港做運動員很幸福 OK 這個我沒有說錯 沒有quote錯他的說法 好了 他今天怎樣說呢 我聽聽他的說法 好 那個幸福那件事是 我有前面和後面 不過你們只是選了中間那句 首先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因為我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可以成為一個運動員 是證明我找到自己一個很想堅持 很熱愛的運動 這件事本身已經 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樣可以做這件事很幸福 還有 在劍擊方面 是因為前輩的資源很少的時候 都拿了這麼好的成績 放棄了很多東西 犧牲了很多東西 去讓我們下一代 我們這一代的劍擊運動員 有多很多資源 那我都很希望 所有運動員都有這個機會 去找到自己這麼喜歡做的事 很值得去堅持的事 本來我 OK 聽得到了 繼續聽下去 不是很想拿起把劍 但是今天見到 穿劍服的小朋友 又會令我很掛念 還有提醒我 我很喜歡做這個運動 我還可以用很多方法去 貢獻 給這個運動 在劍擊上面 無論是跟香港小朋友交流 或者回去 看醫院也有邀請我 我隨時都可以回去 跟港隊的運動員一起打 練習 這也是我很期待 可以做到的事情 OK 看到了吧 很清楚了吧 所以我們對於他的情況 大家一切明白了 你看一會 最近小感冒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可能有時候有點停頓 好了 我們繼續講關於這個 江文偉的事件 大家聽完這段 大家是否敢上 前面是很清楚講過 香港運動員很幸福的論述 甚至於8月2日的大公報 都很清楚有這個報道 他江文偉 又感謝很多前輩過去的努力和付出 說前輩們憑著對運動的熱愛 在當時資源較現時少的情況下 仍努力為香港爭取好成績 令他們這一輩可以有更多資源追逐夢想 覺得在香港做運動員很幸福 特別是劍擊運動員 沒有啊 沒錯 覺得在香港做運動員很幸福 我沒有找錯你 而你的前前後後都很清楚 今天你解釋些什麼 他今天解釋的是什麼 幸福的時候有前面和後面 後面就是特別劍擊運動員 前面就是前輩收了少錢 月入7千元港幣 一個運動員 我不明白的一點就是 前輩收的錢很少 他依然去做 並不是為了後輩 他沒有更好的選擇 在自由經濟裏面 當然要選擇做一個這樣的運動員 如果其他露素 覺得他自己不行的 都不會這樣做 就是啊 7千元做一個運動員 就拼搏有一天 好像你江文慧那樣拿到金牌 大家疼著你熊貓寶寶 有什麼六百萬 有什麼幾百萬 有什麼基金啊 有入黨啊 各方面的東西 好像你這樣最厲害 但不是個個都是這樣 為什麼不是個個都是這樣啊 7千元一個月做 就是二打六 就是做一個運動員 講到尾就是說 你完全不能夠自己生活 那你會覺得怎樣 喂 這班這樣的情況 如果我是他 我會覺得就是說 到今時今日 難道現在你們這班運動員 個個都像你那樣匪 當然不會 如果我是他 輕心直說就是希望呼籲 改善所有運動員的待遇 如果你給不到這個錢的話 哪有一個好的運動員呢 應該批評政府嘛 按照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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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志凱的道理 高級五號 是constructive的批評 有建設性的正面的批評 對不對 就是說呢 要希望政府呢 能夠拿出更多錢 給這班 這個運動員 他不是這樣說 他說什麼呢 他說呢 首先我覺得自己很幸福 因為我可以做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以成為運動員 證明我可以找到自己很支持 很熱愛的運動 這件事已經很幸福了 喂 你今天呢 很奇怪 你整段事情就說自己是很幸福 但你又不是很清晰的樣子 肯定或否定 之前的東西 只不過是說 幸福那件事是有我前面和後面 不過你們傳媒 只選了中間那句 你們傳媒是否說大公報 八月以後的大公報呢 人家說得很清楚 你是當日機場到大家打咪 訪問你的 你說的 覺得在香港做運動員很幸福 即是覺得現在這一輩做運動員很幸福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你其他旁邊的劍擊運動員 旁邊其他運動員怎麼看呢 你覺得現在運動員和以前有很大的分別嗎 還是只是你 有很大的分別呢 你的背景大家知道 就是你有特別的分別 特別照顧你 其他人是否有這麼大的分別呢 這是我一個大的問題 大災問 到今天 都沒有一個正面的答案 這個是很基本的 就是說 不要再掩掩掩掩 把問題轉移 覺得自己很幸福 沒有說過 在香港做運動員都很幸福 那你就直接面對這句話說 因為 你這樣繞一大堆東西 就似足了官康官調 人家問你在香港做運動員 好不幸福 在法律裡面 在法庭裡面 一定是yes or no 你不是 他說幸福那件事 我有前面後面說一大堆東西 這些就是那些 黨官爪牙 好會說的一些 柔康話調 OK 跟著你看回他 即是說 他說那句話 once avenger always avenger 你看看他今天怎麼說 我都不想再拿回那支劍了 不過見到他們這麼多的人 又覺得很想這樣做 你說這些話 怎麼會once avenger always avenger 你本來 不是很想再拿回那支劍的 怎麼always avenger 跟你當日 在機場說的話 判若兩人 不用一個月 可以一變再變 所謂何事呢 好了 你說我不要這麼picky OK 我們看回一個 基本的現實 就是說 另外呢 有另一單新聞 大家要關注的 就是都是江文偉的 他流淚 他和學員交流時 感觸落淚 沒有正面回應 如何看待網上的負評 那麼這個杭州市 曾經倫體育學校的武術表演 在共創明天的學員 都看到目不轉睛 學員呢 有一個姓曾學學員說 表演很好看 另外 但是開眼就是 原來不一定讀書 原來體育厲害 都可以令自己展現得很有才華 不只是看 學完也都可以親身體驗 某個徐團人員也都忍不住 去落場切磋 It's a show OK 你要知道 所有放出來 在韓州給你看的那些武術 全都是一個show 來的 我當年去過北韓 看過那些小蚊仔 我們團員覺得很內疚 為什麼呢 他來的時候 不准彈錯 有一個小孩子 我想是五六歲的 彈錯個音 給老師 在我們面前罵的人 趕他下去 羞辱他 我覺得很難受 不是我們去旅遊 他們都不需要安排太陽 折前的活動 給大家欣賞 然後那個小孩子 我不知道有什麼處罰 這些事情 你猜現在的中國不發生嗎 一樣 是一場猴子氣 你今天 外賓 以前司徒雷德 到今天這些外賓 訪問中國 都是完全鋪好路 有人盯緊著你 每一言 每一行 令你看到的東西 是他一定要看的情景 這種情況 就是跟這個 我們看到 就是這一種 好像是一種 活著一種夢幻的世界 一個泡沫的世界一模一樣 只有當你自由 行動移動 你看到的東西 才不一樣 你去到 都有人安排好你的 就好像襲豬頭 去武漢 巡察什麼什麼 去延安 看什麼什麼 看到什麼民情 全部都是鋪排好給他 對他都是這樣 對大家的外國人 不會這樣先期 哇 共產黨哪有這麼多資源這樣做 就是這麼多資源這樣做 我當年 幫助一些外國的客戶 去中國不同的地方 去看的時候 都有當地的一些人 幫助你們 去讓你看到一些 他只是想見的東西 你強行去 偷偷地 去仿視民隱的話 那你就要冒著一些 被人勸喻的一種情況 但是你說可不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是可以看到很多東西的 不過呢 你一定要 要脫離他的行程之外 我相信江文慧這一幫 共創明天 杭州口集團 是不可能脫離行程的 你不可能脫離行程 可以看到什麼 這就是共產黨 要直接面對共產黨的邪惡 我們知道江文慧加入馬會之後 也換了身份 不再在台上享受掌聲 而為了為學員鼓掌打氣 又和學員交流 江文慧說 很多記者問 你怎麼應付壓力 他說 過去這兩年壓力最大的時候 特別是為了這一次奧運 就是以世界第一 世界平民第一的身份 去打奧運 就好像不能輸 不應該輸 就要說服自己 說給自己已經很努力 他解釋 落淚是因為感觸有限 江文慧說 那些小孩子那些眼神 是很善良的 他們寫上給我 又給我禮物 整個團我們很豐富 行程很累 但他們每天都這麼有活力 這麼珍惜這個機會的時候 我也很想他們開心 看到他們我就很感觸了 一來一來一來走 怎麼看網上的負面評論 言論呢 包括我這些 他剛才答了你 什麼叫他剛才答了你 是嗎 即是你先說誰他 他剛才答了你 還有你剛剛有答過這個問題嗎 沒有答過這個問題 那些記者不會follow up 再follow up就煽動罪了 學習團的最後一站 將會帶學生參觀G20的 杭州峰會場地 之後結束一年五日的行程 就回香港 他還沒回到香港 剛剛說的 他是杭州 一年五日 上班第一天就要去杭州 所以這個有兩個問題 第一 他明明沒有答到 對網上負面言論的看法 他就說剛剛答了你 不知道什麼叫他剛剛答了你 沒有說過嗎 那你沒有答過人 剛剛答了你 這些不是好像葉劉 777的行為嗎 另外 哭這件事呢 極似楊千華的升級版 楊千禪的升級版是什麼呢 什麼都用哭來做這件事 我想跟大家說哭這件事 雖然我得罪我的拍檔都這麼說了 哭這件事呢 其實只是代表兩個意思 在我的眼中 當然你可以 事實上 客觀上 已經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但在我的一種主觀裏 只是兩個意思 就是我從小到大 我都覺得這件事是兩個意思 要是你就是弱 弱 你哭 就代表什麼 你崩潰 你不能以正常理性的地方去示人 你用哭來表達你的激抗的情緒 不斷哭 示弱 承認這個是弱 是嗎 你可以說我是示弱 那怎麼辦 我不批評這件事 但你在示弱 即我們要搞清楚這件事 你不是在示弱 強的 強的就會哭 你有委屈 你覺得很不舒服 很有壓力 你頂不住 你哭 躲在訪門裡哭 沒有人看到你的 這個你沒有示弱 但是 你在人前人後哭 是示弱 你有沒有看到 毛澤東在別人面前哭 毛澤東當然是邪惡 你有沒有看到 特朗普在別人面前哭 被人打到頭很害怕 在那裡哭 打到耳朵 害怕被人哭 不會 示弱 第二種可能是什麼呢 欺騙 即是以前因素素 對著張毛記 說的說話 就是 小心女人 因為女人不是越漂亮的女人的問題 是有些女人 是有一種對男人致命的吸引力 這種致命的吸引力 其實一半的情況 來自她那種哭 然後男人覺得真 覺得她要撫慰這個弱小的心靈 之後 從同情 變成了同感 之後 就愛上了這個女人 哭是一種 weapon 這個 weapon 最主要是一種 disrupting 的 weapon 這個對男同女一樣 我不是只說 女人先會哭 男人都會會哭 你不要想我拍檔 先哭 我覺得她是示弱 但是她不是說 她是騙人 如果你說 有沒有兩個病存 都會有可能有 不是說她 說其他人 兩個病存 都會有可能有 所以就說 哭這件事對我來說 不是一件正面的事 你躲在房間裡 自己哭 完全 understood 因為人有自己弱的時候 又頂不順壓力的時候 你要發洩的時候 明白 但是人前哭 是一種示弱 或者欺騙的行為 那我問你 今天江文慧 所說的這些事情 是什麼呢 你覺得 她是對於她以前奧運的壓力 一個宣洩 然後覺得很哭 就覺得 這麼多年訓練 今天終於收成證果 就爆哭 我覺得整個 context 不是這樣 是否對於網上的負面評論 她覺得很委屈而哭 有可能 但絕對不會說 看到小朋友的眼神很善良 你又給我信 又給我禮物 就覺得很感動 於是就哭 唉 我真的覺得 你今天在這裏三十歲 扮十三歲 在這裏用這種嘴嘴氣來訪問的話 我知道你在搞什麼 我見到在台灣 在香港見到很多這樣的人 三十歲左右 扮到十三歲這樣的一款 嘴聲嘴氣 接受訪問 很多 心不心啊 喜歡啊 希望大家都幸福的 希望你們開心 記得要吃早餐啊 唉呦 你們吃了什麼 這些東西 全部都有說 這種東西 很有致命的吸引力 小朋友的眼神很善良 又給我信 給我禮物 應該說是有充的感動 很開心 就可以了 你怎麼會說哭呢 有什麼好哭呢 有什麼這麼哭 值得哭的地方 那你說 唉呦他真的是 touching 就是他這件事 對我呢 衝擊很大 喂全部是猴子氣來的 你在中國人民大學上 讀碩士論文 你不知道 共產黨灑這些猴子氣 你還要是疑似地下黨員 你今天不知道共產黨灑這些猴氣 所以我可以說絕對 是惡如淚 去騙大家的 OK 所以我很多時候都說 看人呢 要看得通透一點 看一些很細節的位置 在他不注意的時候 看他的一些神情 動態 語氣 講話的方式 對於某件事的看法 有些東西 譬如說 你有些人喜歡拜登 有些人喜歡特朗 可以各有所好 我認為那些人是蠢的 他認為那些人是邪惡的 不要緊 但我們也有談論 但有些東西是牽涉到什麼 正邪 正邪是什麼呢 你今天 在幫助一些 就是 在騙你的人 去做事 這個才是最大的問題 那希望大家有這樣的警覺 是相當重要的 這是第一 第二單新聞我想說說的 我看過於明報 這個重要的新聞 事緣呢 前幾陣子 保安局局長鄧PK 說編輯只是提示 有關的傳媒 有些海外專欄作家 如果他有煽動的東西 那些報紙 他沒有說明報 那些報紙 有刊登這些文章 即使加了這個免責條款 都不能免責的 其實不用你說了 看回很多的一些案例都這麼說 你看 各級法院的案例 裁判法院 高等法院的案例 都已經說過這件事了 這個都不需要他再說一次 那為什麼說這件事 磨刀霍霍向明報 因為今時今日 歡迎外面的海外作家 能夠來投稿的呢 我不講名 這個很傷人 那就是說 他們是明報有毒 所以明報一定要發聲明 幾日之後 明報的專欄 有明報專欄作家 就是在15號 就是今天 收到這個報紙的總編輯 劉仲陽的訊行 就說 提示 專欄作家 在讚寫評論文章的時候 要知法守法 知所分寸 否則難保說 說不定 哪一天危機就會降臨 OK 意思就是他已經 用這個語氣來說 就是說 不能夠太罵人 亦都不能夠 太不罵人 他用這種 要知法守法 知所分寸 否則難保說不定 哪一天危機會降臨 是一個警語 喂 大哥 今時今日 你的法 本身是鬆鬱蒙的 你的分寸 本身是不存在的 香港哪裡有紅線呢 要搞清楚 我們分析你的控罪元素 究竟這件事的紅線在哪裡 我看到很多學者 他分析台灣的 不是 在台灣的 分析 在國際上 分析中國的反分裂法 或者香港的國安法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分析那些 控罪元素 構成要件 究竟怎樣解釋 有用嗎 你47人 我已經告訴你 大家知道沒有用 什麼顛覆國家政權 你希望 拿到香港立法會的主導權 而且要否決財政預算案 約定做這一點 就已經是顛覆國家政權 是嗎 要證明這個地方 不需要 只要證明到你什麼 這個 什麼顛覆國家政權 什麼 用暴力 威脅使用暴力 或者其他 非法方式 不需要證明 總之任何方式都算 這個就是 我們看到國安法官的看法 什麼分寸 他都沒有分寸 他知道什麼所分寸 沒有分寸 沒有紅線 只有紅油 他在這裡 他看到你 某某某某 陳聖的作家 林聖的作家 王聖的作家 whatever 潑統有在你的地方 你就是煽動罪 攬插你零零部 說真的 在海外的專欄作家 基本上是 無所謂 都不回去 但是今天 留在香港的明報 整班人 如坐針尖 可以攬炒的 不只是說 要對付劉仲陽 整個明報要起底 尖皮拆骨 基本上明報就是 好心 你們作家 看看政府做什麼 不要害我 就是想煽動他們的離心 而且 不特定指明哪個報紙和哪個人 令那些專欄的作家 和這個明報總編輯 甚至其他報紙的總編輯 都猜猜一下 大家知道針對明報的機會極大 只要不確定性 猜猜一下 才能夠創造最大的阻嚇力 這就是黑社會做事的方式 共產黨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黑社會 他做事的方式就是這樣做 劉仲陽說明報 然後 鄧PK 鄧PK 上個星期五、九日出席活動的時候 部分專欄作家經常發表編迫言論 強調只是在專欄旁邊提示 作品沒有指導煽動 並不能免除編輯責任 就是針對明報 磨刀霍霍的向明報 海外的作家可以怎樣 基本上要逼明報 解僱這班海外作家去 但他不說誰 你自己解僱 你解僱的人 要多過我要你的人 這個就是共產黨的做法 劉仲陽就說明報 要在新時代的香港 立新行道 新時代的香港 立新行道 發揮第四權角色 任重道遠 必須培加慎重 信眾要求專欄作家 幫我們一爸幫幫忙 做一下好心 今天下筆的時候 今後下筆的時候 務必再多一分謹慎 評論要基於準確事實 什麼是準確 當然你自己想想 知法守法 知所分寸 否則難保 說不定哪天 危機會降臨 翻查資料 保安局局長 在上星期五出席 和維銘報集團成員的 亞洲周刊 三十六周年的集合會 支持時話 留意到近日有傳媒庫刊的 專欄作家 當中部分已經離開香港 經常發表偏頗文章 以偏概存 刻意曲解政府政策 或官員言行 誤導讀者 更說有在文章 子女行間 認同黑暴 美化反中亂港 或因黑暴被判監的在囚人士 刻意抹黑 特區政府 甚至令人憎恨 或不信任政府 或上綱上線 文革批鬥 他當時強調 報章只是在專欄旁編 提示作品 沒有意圖煽動他人 對政府產生憎恨 並不能免除編輯 需要確保 刊物公平 客觀不偏不義的責任 所以他基本上是磨刀一次 這次已經是第一次了 已經很多次了 換言之 陸續有例 即使你在觀點版和作家專欄版 都會在文章底部寫上 剛剛講的那些說話 即是說 本網發表的文章 若提出批評 指出相關制度 政策或造私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使 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 尋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 對政府或其他社群產生憎恨 不滿或敵意的字句 但這樣有什麼用 沒有用的 他照著釘你 因為這樣 為什麼 對事 不對人 還是對人不對事 當然是對人不對事 你寫的什麼不重要 江文慧 擺明是在諷刺8月2日的大公報 說大公報截頭截尾 你試一下 我這樣說 在香港這樣說 拘捕你 煽動對於大公報 這個可靠媒體的一種 這種 你明不明有說過 你說自己沒有說過 拘捕你去吧 對不對 但他江文慧 正在受過黨 鋪排 培育的黨員 讓你去罵會 不叫你入政府 入政黨 為什麼 入政府 你看到的很窄 入政黨 看到的很窄 入商界 黨就控制不到你 你入華潤 更加沒有什麼意思 入罵會 可以認識到什麼 譚資源都說過了 政府 政黨 媒體 公關 不好意思 社會各項機構 有錢的 窮的 慈善的 小孩子 什麼 給你看到 擋開肥缺 給他 你有沒有試試其他運動員 有這樣的情況 不是因為你是運動員 不是因為你是金牌 因為你一直都是 黨員 除了這件事 有什麼好解釋 是嗎 你可以問他 你可以問江文慧 我就想聽他 好像689那樣 否認 他的地下黨員 他會曾慾成這樣 不承認 他的地下黨員 我看看他有什麼反應 其實應該要這樣問 你記者這樣問的時候 一定是給你打招呼 提出批評 那地下黨有什麼問題呢 黨是光榮的 黨在地下都是幫黨做事 我只是澄清他這個位置 有什麼問題 你再說下去 就抓你 所以哪裏有紅線 所以今時今日 在香港 根本上是 很難有真正的言論自由 所以信念藏於心內 我們只要信念不死 希望不滅 我們就會有機會 如果我們連分清 事實真相 真假 是非善惡的能力都沒有 我想這件事就會很牙煙 不要再相信那些金牌 不會貶值那些歪理 今天我們從來都不是討論 金牌會不會貶值 有多少價值 我們在討論的就是江文慧 從第一天開始都在說這件事 Don't ever believe her OK 我告訴大家 這是我現實的看法 OK 講到這裏 下一節再講其他議題